我们先来看台大法律系的教授姜黄词 姜黄词今天在《平文字报》写的文章 台大法律系的教授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国际法的博士 他说国际实践里面用于处理和平问题的法律文件 至少包括和平条约 停战协定 停火协定跟和平协议 四种国际实践里面处理和平问题有四种法律文件 可是前三种 前三种就是和平条约 停战协定跟停火协定 都是具有国际法拘束力条约 而且是属于国家跟国家之间所签署的国际文件 前三种都国家跟国家之间 后者也就是和平协议 马英九不是谈两岸和平协议吗 则是指在终止一国合法政府与叛乱团体 或是一国之内数个政治实体间的武装冲突 签署以避免生灵涂炭 换句话说 和平协议属于政府跟叛乱团体 地劫的声明 不仅不属1969年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规范 且用以确认细征冲突为一国内纷争 交战各方之领土 同属单一国家 江皇子说 如果把台湾这个案例拿来看 马总统他两岸的和平协议会发现 一 台海间并没有实际武装冲突 避论停止武装冲突迫切性 二 台海状态是中国内战与冷战等 复杂国内与国际因素所造成 如果签署单纯所谓和平协议 那么是把台湾跟中国间 目前或未来的冲突定性为中国 定性为中国内战的延续 纯属中国内部事务 国际组织或第三国介入之法律障碍 将因此提高 也将使美国对台湾均受丧失 国际合法性与正当性 再来他说 如此在国际法的定位上 将使中华民国政府成为 中国武装叛乱团体 他说如果执意签署所谓和平协议 将使台湾问题中国化 实际上落实中国反分裂国家法第七条 所期待的和平统一协议 隔绝其他国际社会成员介入之合法性 把台湾人民身家性命 基于中国佛心佛性 恐虚再细细思量 我想他说的佛心佛性 又吃饮料就是说 你不会当天人的善良面丁 对 人家没有善良 我们要怎么 不能期待人家的善意 其实我再补充一点 让大家了解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